一个清花的观音尊 花的是巴仙 高度有四十亿公分 这个是十八世纪 说真一点就是雍正的 这个口言还有一串 按照故宫一个研究员叫陈润明的 他认为这个不是粉白柚 粉白柚很硬 这是姜白柚 因为摸上去不平的 就有那种皱皱的 感觉到不平滑那种感觉 康熙的很多都是 都是这种姜白柚的异串 到雍正的时候还是有 这个画的主旨都是雍正时代骨格 十字景地开光 或者是花卉 这个比康熙晚期的还要轻一点 他这个河仙库的画法就是明显的是 雍正时代也有这种法界 高速的法界 变形波浪 到了前冬的那个更加繁荣了 他现在是一层两层 三层四层 五层六层 中间这个就是画的就是 八线 这个是松树啊 松树 到了前冬就比较五层树比较多一点 这个山石都有分色的 有深有浅 它衣服也是 有分水 叫做分水村 这就是 这种这个山石 雍正时代是非常流行的 这个整天趴在这里是 张国老 曹国旧 这拿着两个这个 有那个 腐壁村的还有 腐壁村 梅兰 这些都是康熙的移凤 你看看这个柚 有很多好像书柚的 这个 这实际上就是 一个江白柚 可能是本白柚还是 这是这个 不是青白柚 青白柚很硬的嘛 这个本白柚也是很硬的 本白柚 江白柚 口径是14.5公分 他这个款的叫圣德堂制 没有带双串 他很白吧这个顶 圣德堂制这个款呢 在康熙就开始有了 康熙晚期呢 连官窑都没有画双串的 大清康熙年制就算的 两横或者是 两横六字或者三横六字 这个川竹的修法就是 都 就比较规整 软章软久 他这个底 近的是13公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